澳門新街坊項目 澳門新街坊項目 如果你問我的觀感 就未必說是去到這麼新的意念 反而我會界定過去 怎樣用一個區域合作 去處理澳門的老人服務的問題 第一件事我想提出來 其實內地都很強的一個 供給質疑的一些概念 就是很多東西會很刊重 一開始的規劃 變成如果真的要放在橫琴那裏 大方的東西 我們未必是可以很直觀 要求很快會見到成效 有一些挑戰和困難 其實很早之前試過干門 是想做類似的跨境的社會服務 但結果都開成服務 都涉及了一件事 就是澳門政府 政府用了官方的一些土地 去發展一些服務 而服務又不是針對內地 所以這裏我都會相信 是會有一點難度 而第二件事我都相信 就是在內地 其實它的人員的偏制 是會比較澳門是延善的 所以就著一個社會服務 一般來說都是有政府尊助的 而政府尊助的服務 其實它對一些人員偏制 都會有些需求 有些要求 而這個衝突 又會不會令到 有很多事情會比較困難呢 如果將一些老人服務 是放進去環琴 如果環琴 再對澳門之間的交通 是否這麼便利呢 那批殘弱的長者 身體機能不太好 你要它是突然間 走出去社會主流 再觸摸到那個社會脈搏 我相信會很難 就著這些服務的做法 我都相信 每個社會都有需要 小心地去處理